大家好 现在很多喜欢栽培山药的农民 都是用一些管子来栽培 特别是我们农村长进的用竹子削开两边 然后栽到土里面去 这样我们挖的时候特别方便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把这个山药栽种在水管里面 这样我们更容易修获 因为山药它是快胀的 它的向下生长能力是非常强的 用这种垂直式的水管栽培非常好 修获非常方便 底部先堵住这个口 栽培山药我们可以选择输松透气 白水性好的沙滋土和沙两份 接一份盐土 接一份泥碳土 主要是保水保肥输松透气 沙滋土药我们都知道 保水保肥能力特别差 为了改变这种土药性质 我是添加了10%的养分作为底肥 因为养分比较细腻 还有丰富的大铃甲颜素和腐质质 有质质 能使沙滋土药保水保肥能力变强 先把它 再下去先 然后再回填土药 接下来我们给它浇透水 这样管理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有价值的地方 因为这个山药盘爬能力是非常强的 它的藤蔓是要盘爬 而且也是非常使光的植物 一定要把它放在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好了 再见